窦魂村,一个地处于星斗大森林旁边的村子 可是此时,村子里尸横遍野 全村上下见不到一个活口 对了,你身上的伤势恢复了吗? 雪儿怎么了? 爷爷快看,那里还有一个小孩活着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前辈,我名叫清风 昨天突然之间就来了两个人 他们还受伤 然后就开始不分青红倒白的 开始杀人,还喝血 简直就不算个人 千道流听到清风说的话 顿时就明白 两个邪魂师受了伤 为了恢复伤势 吸收别人的精血 可以让自身的伤势加速恢复 爷爷,这些邪魂师 简直实在太可恶了 小雪长大后 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捉住杀完 小雪,朕杀邪魂师 维护大陆的秩序 这本就是我们天使一族的使命啊 回后,千道流就出去 为千任雪寻找魂兽 离开之前 在身边二人留下一宝气息 防止那些魂兽袭击二 千任雪看着清风 总感觉对方身上 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自己 但那种感觉却又说不上了 眼睛里满是好奇 开口道 小屁孩,你叫清风是吧? 我叫千任雪 你们村子都没了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们来自武魂殿 要不然你跟我们回武魂殿吧 真的可以吗? 我是一个灾性 母亲因为生下我难产而死 父亲说我是一个灾心 便抛弃了我 从此一去不回 而收养我的村子 现在就剩下了我一个人 村长爷爷为了救我 都死了 又剩下我一个人 还是就让我这样继续一个人吧 去了也只会让更多的人受难吧 话说完之后 清风自嘲地笑 而千任雪 听到清风没有母亲 又被父亲抛弃后 就联想到了 自己 他自己虽然也没有母案 甚至在觉醒里 自己兴奋地跑去圣语店 告诉他时候 迎来了只有他无情的一把 而清风父亲把他抛弃 只是一个小婴儿 也相当于直接弄死他 而现在 就连清风自己都认为 自己是一个灾心 千任雪的心中 就有了把清风带在身边的小红样的遭遇 自己有七位爷爷种爱自己 眼前的清风 什么都没有过到现在 简直就是奇迹 就这么决定了 从此之后你跟着我 我带你回五魂殿 从此之后 你叫我学姐 可 可是 我是个 没有什么可是的 就听我的 跟我回五魂殿 我还不信 我们五魂殿这么大的势力 你一个人能坑倒不成 爷爷我的五魂 好像在表示 这个魂环粘线太低了 他不想吸收 千道流表情惊讶 五魂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没错 况且 自己也是天使五魂 但是从没听说过 五魂能提醒 小雪 你确定没有感觉错 没有 爷爷 怎么办 继续找 直到找到最合适的 放心吧 你爷爷的实力 很快就可以帮助 我们家小雪 找到合适的魂首 爷爷 雪儿吸收成功了 不愧是我们家小雪 走吧 去找下一个魂魂 爷爷 雪儿这个 也吸收成功了 雪儿 真厉害 爷爷以你为荣 你终将达到 我曾经没有达到 那个高度 爷爷 我想把小家伙带回去 行吗 天道流 看了一眼清风 心里想着 这个小家伙身上 隐藏着神圣之力 肯定是神圣属性的五魂 级别还很高的那个 之前小雪 吸收轮环时的变速 可能真的和他有关 以后成长起来 肯定会成为小雪的助力 当然可以 这个小家伙 现在孤身一忍 带回去也可以 多一张嘴而已 还吃不穷 我们五魂店 不愧是我千寻吉的女儿 魂世界超限 吸收魂环第一人啊 千寻吉看着千刃雪 第二道子中泛黑的魂环 千寻吉猜测 其年限接近万年 再通过药育炼体 高阶魂瘦肉的脂肪 吸收一块天使套装的 头部魂骨 增强精神力 这样就应该可以达到 前无古人的万年第三魂 小雪 给爸爸说 说是怎样吸收 两个千年魂环的 小雪 那个清风你 确定要把她带在身边 爷爷同意了没有 爸爸 爷爷同意了 千寻吉听到 自家老头子都同意了 自己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在自己家老头子的心中 千认雪大于自己 小雪 去看看你妈妈吧 好的爸爸 但妈妈 她好像不太喜欢我 千寻吉无奈地叹息一声 当年的事情 究竟是谁对谁错 还是双方都有错 去看一看她吧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是谁在哭啊 姐姐姐 你怎么了 不要哭了 没 没有 姐姐没有哭 只不过是风太大 眼睛里面进沙子罢了 不起 这次雪儿的魂环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我二人也都是 六亿天使五魂 当初在吸收魂环时 你我二人也并未出现 这种情况 你说的是雪儿身上发生的异常 这一切可能和那个清风有关 千道流就把当初清风身上的异常 造出了千属性 父亲 你是说你们发现清风的时候 她的身上拥有神圣之力护体 在雪儿要吸收那一个百年魂环时 她的身上又有神圣之力闪过 雪儿才出现了那种情况 就是这样 所以我猜测 她应该也拥有神圣属性的五魂 级别不低的那种 否则不可能在三岁的时候 就神圣之力护体 当日后她成长起来 也可以成为雪儿的一个左膀路臂 雪儿要把她带在身边 我并没有反对 这样也好 雪儿就有人陪着了 父亲 还记得那个化形浑兽蓝衣黄吗 前不久有人提供线索说 她和唐浩待在一起 唐浩 就是唐臣的小孙子吗 下一任浩天宗的宗主 那你的打算是什么 我想把蓝衣黄召回来 留给东尔当年的事 现在追究谁对谁错 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错 我错 或许我们二人都有错吧 那只蓝衣黄就当做我给她的补偿吧 那便依你吧 你去吧 两年半后 千寻吉重伤而归 节节节 千寻吉 你也有今天 九年了 我整整隐忍了九年 当初要不是你 我恐怕早就和小刚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是你亲手拆散了 我和小刚 这次你重伤归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报仇机会 说起来 我还要好好地感谢唐浩 如果不是他 我可能还没有报仇的机会 这次你必死无疑 罗刹神考 第一考 杀死一位天使一族的族人 并吞噬他的灵魂 天使一族的族人吗 千寻吉啊 看来就连神也想让你死 这可是他最大的命 没有人知道 他在杀戮之都 获得了罗刹神的成果 要完成九项考核 便可百集成神 成为至高无上的神 比比东 你进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我来讨债 九年前的那份债 是天使武魂 来 小风 伸出你的右手 测试一下你的先天魂力 果然是先天二十级满魂力 千道流 看着清风 目光火热 自己当初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把清风带回了武力 这是天有我武魂店啊 小风啊 你这两个武魂叫什么名字啊 雪儿姐姐 我这两个武魂分别为才觉是天使 掌握才觉之力 拥有着极致之火 极致之光 两种极致属性 第二武魂为星辰 掌握星辰之力 天道留在一旁 嘴一脚偷处着 整整三种极致属性 普通人拥有一种极致属性 就已经很难得 可清风拥有三种属性 是要逆天啊 领域 这是我的赤天使领域和星辰领域 赤天使领域 增强自身全属性 30% 削弱敌人自身属性 30% 对拥有者黑暗属性 效果翻倍 在领域范围内 加快自身魂力的恢复速度 压制对方的魂力 增强效果 随着魂力的增加增强 可在领域范围之内 施展顺一顶 星辰领域 借取九天星辰之力 生生不息 只要九天之上 还有星辰的存在 清风自身魂力 就永远不可估计 在黑夜降临的时候 还可借助星辰之力 实现隐身 封号斗罗以下 都难以察觉 雪儿姐姐 这下我拥有保护你的力量 什么 你说比比东在这一次 趁你重伤的时候 想要杀你 他准备杀我的时候 突然天地之间 凝聚大量的神圣之力 恢复了五魂本源 他的计划也就失败了 应该是小风 觉醒了五魂时 出现的天地能量 千道流就把清风 觉醒五魂的事情 告诉了千寻吉 父亲 那小风你打算怎么办 老夫觉得 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 就是把小风给带回来 当初我根据小风身上 散发的神圣能量 猜测 他是超级级别的 神圣属性五魂 惊喜来的太突然 双生神级五魂 先天魂力二十几 他的天赋 还在小雪之上 小风拥有这么强大的 神级五魂 他的身世必定不简单 但他是不会离开的 您就没有发现 小风特别喜欢 黏着小雪吗 千寻吉 嘴角抽了抽 他现在怎么感觉 自己家的白菜 要被猪轰了 小风啊 你想好要什么 魂兽的魂还了吗 嗯 千爷爷 我的五魂 好像在指引着我 在西边 好像有适合我的魂兽 不是吧 又来 小风的情况 怎么和小雪 当初一模一样 清风此时看不到 自己的额头上 有一个缩小板的裁决 赤天使硬底在闪烁着 可千道流 却看得一清二楚 内心大为震惊 这个可是神印 清风难道是神的继承人吗 好 就听小风的 我们去西边 小风 确定是这只吗 嗯嗯 千爷爷 我确定就是这一只 千爷爷 我吸收成功了 回五魂殿 千爷爷 我想架到地面上去 千道流向着地面上看了 顿时就明白了 清风的心思 曾经自己生活的村庄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 到处砸草 红身有利上 甚至还有干枯的血泽 邪魂师当初屠杀的场景 一一呈现在 轻松的脑海之中 小风 你是小风吗 村长爷爷 小风回来了 是小风回来了 您在我小时候 一直期望 我觉醒一个好五魂 长大出人头地 您看 这就是我的五魂 不愧是我们家小风 看到你的五魂 爷爷也可以心安了 大哥 小雪和小风 竟然可以施展五魂融合计 仙道留在一旁 也被震惊了 两大神及五魂的五魂融合计 这在历史中 还从未出现 神圣是天使 在二人完成融合之后 二人的领域 变合二为一 神圣是天使领域 完美继承 二人领域的所有经验 爷爷 你们怎么来了 小雪 你和小风 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我们两个 怎么能不来 小雪 小风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你忙二人拥有 五魂融合计的 嗯 爷爷 就是小风回来的时候 只不过 我们俩的现在实力太弱 维持的时间 也只有三分钟左右 而且 刚才那种形态 是我主导的 如果是小风来主导 会变成另一个形态的 也就是说 我们二人有两个不同的融合计 千道流和金恶等罗 听见千人学祖说的话 更大的双眼 两个神级五魂的融合 产生两个不同的五魂融合计 融合时间段 没有关系 随着你们二人实力的提升 时间会逐渐变长的 有时间 你们两个就多练习练习 提升你们二人彼此之间的默契 好了 没事爷爷就先走了 父亲 拜托你了 多身上的邪气 看来只有天使圣剑 可以将其进化 老夫知道了 天使进化 去 好了 你将比比东带下去吧 比比东身上的罗刹印记 竟然被抹除 天使圣剑吗 真是让人讨厌的东西 天使啊 天使 你就算死了 也不让人安安 去除了又能咋样 再一次打上印记不就好吗 怎么回事 我的神力消失了 看来的和修罗 就去说一声 出现了变故 可能影响我们的计划 修罗 你的计划可能会出现变故 我之前打算引诱 比比东杀了天使一族的人 让他开启罗刹神考 从而变相地控制他 就在刚才 我突然发现 他身上我留下的印记 被天使那个贱人留下的 天使圣剑给净化了 况且当我打算 再一次给他打上印记的时候 神力在即将到达到时候 莫名其妙地消失 多次的尝试之下 还是失败了 我也一样 自从你我二人 当初暗杀了天使神之后 我便控制了天使一族的神考 在天使的考核中 做一些手脚 让他在成神之后 发挥不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可是现在 我和底下天使神像的联系 突然之间就被切断了 你们二人的意思就是 底下的五魂殿 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保护了起来 怕影响到后面的计划 不必担心 就算我们影响不了 他们又如何 那个比比东 已经继承不了罗刹神位 这样一来 就只剩下了一个 未来天使神 就算他继承了神位 那又如何 我的修罗 可是神王之位 他一个区区的一级神 又怎能比过 我的神王之位呢 可就在修罗 观察了下界之后 又皱起了 怎么回事 我记得 我不是将五魂殿的气韵 拨给了我的继承人吗 可是我的继承人身上的气韵 怎么一直在流失 修罗大手一挥 准备再次将气韵 拨给自己的继承人 这一次 他失败 因为屏障的关系 五魂殿气韵 稳如泰山 任凭他如何拨动 都无法对其进行干扰 修罗看着底下五魂殿的气韵 自己无法拨动 怎样五魂殿的气韵 自己动不了 那么修罗的目光 看向了两大帝国 五魂殿的气韵 我动不了 那么的国运就给我的继承人吧 要怪你们 就只能怪五魂殿了吧 但是自己继承人身上的气韵 无端增加 但气韵中究 还是比五魂殿的气韵低了不少 但那又如何 这些气韵也足够支撑 自己继承人成神了 灯冷 之前发生的一切 你还记着吗 比比东醒后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之前 在被罗沙神影响的那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 比比东都已经回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了 先寻击剑比比东 不像撒谎的样子 那你对雪儿所做的事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之前我原本打算 把那一只十万年蓝银黄 捉了给你当魂环 可惜最后还是让他献祭了 你现在魂力修炼 也到达了九十级的瓶颈 前夕日子 有人在星斗大森林里 发现了一只十万年的死亡猪黄 和你的五魂同源 又是十万年魂首 用作你的第九魂环 再合适不过 今天晚上你就准备一下 明天我让人带你去猎取魂环 既然你已经恢复正常 以后对雪儿好一些 说完这句话 千寻吉就彻底离开了 只留下一脸茫然 站在原地的比比东 第二天 比比东就带着狗罗和鬼斗罗 去星斗大森林 获取魂环 这 这是哪里 我刚才不是在睡觉吗 怎么突然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清风不确定 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 难不成自己现在在做吗 吴乃裁绝神王 贯尔资质合格 戴尔达到魂王之时 来到吴的裁绝之地 开启你的裁绝神考 裁绝神考吗 清风为了让自己的实力 快速到达魂魔 每天都跟千刃雪 在小树林里修炼 时间如流水般飞逝 一转眼便已经是两年半后 这两年半里 清风先后突破三十级 四十级 此时清风正在冲击着 自己的五十级 睁开双眼 感受着自身气势的病 五十级了 自己终于五十级了 与此同时清风额头上的赤天使印记 又亮起来 两年半前 梦中的那道声音 又一次出现在清风的脑海 裁绝之地降临 请千万裁绝之地凝聚裁绝神格 果然 这裁绝神格还要自己去凝聚 只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个裁绝之地什么地方 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过 就在这说话间 突然出现了一个传送门子 原来心中默念传送门就可以 小风 小风 雪儿姐姐 你怎么过来了 来看看你 不行吗 恭喜了 小风 成功突破五十级 年仅十一岁的魂王 你可是把我的记录都破了 千人雪在十二岁生日当天 成功突破五十级 而清风现在十一岁 突破到魂王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魂王 刷新了千人雪所创下的记录 清风并没有回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千人雪 自己现在已经五十级了 马上就要前往裁绝之地 可能会有好长的时间会见不到千人雪 所以要趁着现在就说 把千人雪牢牢地刻在自己的心中 怎么了 小风成功突破五十级 还不开心吗 看起来愁眉苦脸的 是有什么心事吗 没 没什么 只是刚刚在想 这一次要猎取什么样的魂兽 来当我的第五魂王 千人雪明显不信 千人雪和清风两个人 整整一起生活了九年 要说最了解清风的人 肯定是千人雪 反过来最了解千人雪的人 就是清风 千人雪从刚才清风 看向自己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故事 虽然说清风隐藏得很好 但还是被心系的千人雪给发现了 千人雪没有揭穿清风 两人来到后山处 清风躺在千人雪的怀里 两人聊着天 享受着这美好的夜色 小风 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嗯 千爷爷 我们五魂殿信仰的是天使神 而您身为天使神大供奉 应该知道神考吧 神 神考 嗯 千爷爷 正如你所想的那样 就在昨天 在我突破五世纪的时候 我的神考也降临了 那 小风你的考核是八考还是 千爷爷 我的神考是来自裁决神王的裁决九考 完成九考 便可百集成神 那小风你这次离开之后 还会回来吗 千道流有点担心 担心清风获得神考之后 就看不起五魂殿这片地方 五魂殿在大陆上 可以说是一方八子 可在神眼里 就是一只大一点的蝼蚁吧 会的 我的家还在这里 这里还有雪儿姐姐和千爷爷 我怎能不回来 千爷爷 雪儿姐姐 我该走了 小风 清风看着千任雪 第一不舍的表情 想到了自己 刚开始被千任雪救下 来到了五个殿后 两人都是行李步 这次要出院门 而且还不知道多久能回来 雪儿姐姐 等我成神归来 就有实力保护你了 好了 千爷爷 雪儿姐姐 我走了 千道流看着清风 消失在自己眼前 内心胆慨万千 一转眼 自己当年随手救下的孩子 也已经踏上了成神之路 自己所谓为他们做 就是默默守护 直到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一天 这就是裁决秘境吗 没想到这里还有魂兽 这只五万年的魂兽 刚好适合做我的第五魂环 赤阳灵暴 可以造成大范围的眩晕 直接攻击对方的灵魂 精神力低于自己的人 直接引爆灵魂 这怎么和天使咆哮这么下 只能说这黄金圣尸王 不愧是超级魂兽吗 对我提供的魂技这么变态 清风感受自身气息的变 53级了 吸收五万年魂环 提升了三级 哪怕自己一再压制 但第五魂环五万年魂兽的能量 对于现在的自己说 还是十分庞大的 时间也差不多了 该去接受神考了 他们应该就是裁决神的供奉吧 千年了 整整千年了 终于有继承者来了 一悬崖上 千任雪遥望着远方 这是当年清风离开时的地方 自从清风离开五魂殿后 千任雪就没人赔了 每天都来这 千任雪多么希望清风能快点回来 小风 两年半了 你怎么还没回来 是不是在外面把我给忘了 千道流开着自己的嘴 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算自己是九十九级颠送窦罗 也不可能翻遍整个窦罗大陆 寻找清风吧 千道流也只能希望 清风能快点成神归来 多谢各位前辈 这两年半的照顾 这只是我们身为神的供奉 应该做的 希望你尽快完成第八考 回来继承神位 也好 让我们完成使命 清风看了看 这八大风号斗 清风想了想 要是把他们带回五魂殿 那五魂殿的实力 岂不是变得更加强大 对了 你们能跟我一起回去吗 清风说出这句话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是神的供奉 怎么能离开这里 要是离开了 谁又能来守护裁决秘境 怎 怎么 离开裁决秘境 是的 离开这里 跟我回五魂殿 那裁决秘境怎么办 一起带走 我可以把它收在眉心处 可以随时召唤出来 那好 以后我们就跟着你了 也要让这世人看看 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没有死 仙人雪 在这等了两个半小时后 千道流 看着这种孙女开口 雪儿 回去吧 看来小风今天 还是没回来 好的 爷爷 千道流走后 千刃雪还是不舍得 看向身后 正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 爷爷 你怎么了 我感觉到 九道很强大的侵息 正在靠近 千刃雪看了看身后 只见有九个 宛如猩猩一样的东西 正在靠近 小 小风 是你吗 雪儿姐 两年半不见 都不认识小风了吗 看见清风回来了 千刃雪和千道流 我脸上也是 露出了开心的笑 千道流 看了看清风后面的八个人 问我 小风 他们是谁呀 他们是才觉神的共慌 在下雅力 武魂祈愿天使 封号圣灵 九十九级辅助系封号斗罗 在下千古 武魂炼狱祭 封号炼狱 九十九级强攻系封号斗罗 老夫龙逍遥 武魂 黑暗圣龙 封号 龙皇 九十九级强攻系封号斗罗 老夫西门狂 武魂赤甲狂系封号 狂系九十七级防御系封号斗罗 老夫老子 九十五级控制系封号斗罗 武魂浮尘 封号 原始 在下水怀灵 武魂是智光水凤 九十九级强攻系封号斗罗 封号水凤 在下求败 武魂魔剑 九十九级强攻系封号斗罗 封号剑魔 在下云名 武魂晴天神枪封号 晴天 九十九级强攻系封号斗罗 看到他们一个个说出自己的等级 千道流都震惊了 现在的九十九级封号斗罗 都烂打击了吗 这一下子就出现了六个 教皇变下道 终于又要见面了吗 我亲爱的老师 前任教皇亲群集 不是应该都已经死了吗 前任教皇不应该是自己老师比比都吗 怎么会这样 此时他们这才发现 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世界 这个世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那未来究竟会不会发生改变 那那是父亲吗 父亲还活着 怎么回事 难道我们重生回来 改变了历史 不管了 这一次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杀了唐三 这三个家伙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杀了唐三 还想着用自暴杀死唐三 真是够狠的这三个人 可想而知 这三个人在死之前 受到了来自唐三怎样的招呼 千任雪正在吸收这里的光明能量 这里散发着的神圣光明气息 有助于他修补自己的身 他来以后 只有趁着这里没有人的时候 自己才能在这里恢复了 金色虚影利用这里的神圣光明气息 暂时为自己塑造出一具实体 没有实体到处飘来 飘去的感受 真的难受 四周的神圣光明之力 疯狂地向自身入力 不一会 一具身体就凝聚好了 他的相貌几乎和千任雪一模一 只不过是他的脸上 带着千任雪所没有的成熟 浑身上下散发的气息 如果不仔细地感 几乎和现在千任雪的气息 是一模一样 说你是谁 为什么要冒充我家雪儿 还有你是怎么进入这里的 我本来就长这样 没有冒充你的千任雪 清风好奇地围着眼前此人 开始认真观察 嗯 陆罗大陆上 还有和雪儿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别看了 我就是千任雪 是从未来来的 未 未来 说吧 千任雪就把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 说完后 清风就光 未来雪修补一下五分本 修补着未来雪受损了六一天十五 未来雪也感觉到自己破续了五分 这个小男人嘴上说着不相信自己 但却又为自己修补五分 未来雪也第一次感觉到了五爷爷以外 被男性关怀的感觉 心里不由地冒出 如果当初将你带回的那个人是我带有多好 未来雪我自嘲的想 他知道眼前这个小男人爱的人是千任雪 可却又不是他 自己也没有那个资格 不是吗 好了 你的五魂我已经帮你修补好了 来自未来的天使神 你 你都知道了 你这不是明白着的吗 你是以神魂的样子出现 而我刚才在帮你修复五魂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这里的神圣光明之力 忽然减少了一部分 应该是你在凝聚身体吧 况且你还成过神 你的六一天使虽然已经破碎 但其中所蕴含着的神性 更为强大 要知道老爷子可是天使神的大供奉 能比一位大供奉身上所蕴含的神性 更加强大 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 你成过神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天使之神千任雪 未来雪只能目到的点头头 眼前这个清风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几乎一切都知道 难不成眼前这清风 也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况且清风应该是自己 在这个世界唯一可以相信的人了吧 随即未来雪便将自己 在原本时空里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 你刚才说你五魂破碎的原因 是你为了最后斩杀唐三 而自爆了神格 燃烧了神魂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况且还来到了我所处的这个时空 我当初自爆了神位 换来最强的一件 就在我将要向着唐三斩下去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闪耀起了一股银色 夹杂着韭彩的光芒 一切都被那股光芒所抹杀 而我也就失去了意识 当我再次苏醒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看来你之前所处的那片时空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你现在也恢复了 打算去哪里 未来雪双脸迷茫 自己之前留着这里 就是为了寻找机会恢复 可现在恢复了 自己又将何去何从 这个世界虽然也有五魂殿 但终究不是自己的家 自己现在真的一无所有 未来雪开口道 我也不知道 清风想了想 未来雪可以穿越 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人 穿越到这个时空 穿越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如果七宝琉璃宗和蓝殿霸王龙家族 也有人穿越回来的话 那么五魂殿的计划就瞒不住了 要不你跟着我吧 有件事情我可能需要你帮忙 什么事情 我在想如果后面还会有重生的人 那这片大陆就彻底乱了 所以我打算建造一个新的势力 将这些重生的人全部引出来 名字就叫做风雪殿 作为计较黄殿 斗罗殿 供奉殿之后的第四殿 风雪殿需要一个领导者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清风就带着未来雪 来获取五十万年的第九魂环 不错不错 九十九级巅峰 清风看了看未来雪 说道 你还是伪装一下吧 毕竟这个世界出现两个千人雪 会让人怀疑 未来雪 看了看自己的样子 是要伪装一下 毕竟伪装对他来说 实在是再熟练不过 专业对付 那好吧 千爷爷 我想打造一个势力 风雪殿 作为我们五魂殿的第四殿 然后对外让风雪殿 表现的敌对五魂殿 以风雪殿强大的实力 肯定会吸引一部分 一直反对我们五魂殿的势力 等到时机成熟 便可将那些势力一网打尽 这个计划很好 大陆的格局也要变一变了 看来是要召开 宗门重选大会了 不知道五魂殿 此举是什么目的 要不然也不会 轻易地召开宗门 重选大会 剑书 古书 看来这一次的宗门 重选大会 又要麻烦你们二人了 如今浩天宗风山 这一次宗门重选大会 可能不会参加 少了浩天宗 这个竞争对手 天下第一宗门 就是我七宝琉璃宗了 一门双斗罗 只要拿到天下第一宗门 这个称号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自由魂师 加入我七宝琉璃宗 这样一来 我七宝琉璃宗 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当初那个人 加入我七宝琉璃宗的话 现在可能就已经 一门三斗罗了吧 可惜啊 可惜 那人最后与浩天宗结仇 又不愿意加入 我们七宝琉璃宗 最后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 邓斗罗眼神微眠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大哥 这一次的宗门重选大会 我们参加还是不参加 御元镇低头沉思 在武魂殿的眼里 自己蓝殿霸王龙 家族地位 很是威武 毕竟当初自己家的逆子 竟然固知天高地厚的 想带走人家武魂殿的圣母 最后 虽然被教皇阻止了 那个逆子 也被赶出了武魂城 家族还因此受到了牵连 如果不是当初 那个逆子 家族又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 那个逆子就是个费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 难道就因为当初那个逆子 而不去参加吗 浩天宗 唐孝 心情很是复杂 各位长老 这一次宗门重选大会 我们是参加还是不参加呢 参加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 唐浩那个废物 宗门怎会落得如此一个下场 刚好可以借助 这一次的宗门重选大会 让天底下的人 重新认识一下我们浩天宗 打出属于我们天下第一期 武魂浩天锤的气势 我同意老七的说法 我们浩天宗封山已经六年了 也该让天底下的人 重新认识下 我们天下第一宗了 唐孝心里 此时却想唐浩 唐浩在宗门的名声 实在太愁 在他的眼里看了 自己二帝保护爱人 没有错 错的是武魂殿 如果不是武魂殿 贪图阿英的魂环魂 阿英又怎会落得一个陷阱的下场 不就是杀了你武魂殿 一点点人吗 至于打上我们浩天宗 竟然浩帝当初 可以打赢千寻集 那么自己这次 也要向千寻集发出挑战 将他武魂殿的颜面 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 各大势力都心怀反态 各自有着各自的行为 下面本作宣布 上三宗重选大赛开始 老夫龙逍遥 代表势力风雪殿 现在正式向 蓝电霸王龙家族发出挑战 不知你蓝电霸王龙家族 可敢应战 在下语言阵 蓝电霸王龙家族组长 武魂蓝电霸王龙 95机枪恭喜 封号的 两枚十万年魂魂 就你这一只蓝色的大戏 还敢望称真龙 本作今天就叫你 见识见识什么 是真正的真龙 第六魂迹 从今以后 天下第一兽武魂 唯我黑暗圣龙 老夫就先下场了 接下来的这一场比赛 由风雪殿的二长老出场 在下云民 风雪殿二长老代表风雪殿 在此向七宝琉璃宗 与昊天宗同时发起挑战 不知你七宝琉璃宗 与昊天宗可否应战 剑叔怎么办 看来我们只能登场了 好你个小子 这么狂的骂 你的父母是不是没有教过你 竟然没有人管教你 那我今天就来管教你一下 教你做个人 下辈子不要这么猖狂 死在昊天垂垂下 也算是你的荣誉了吧 云民脸色巨变 听到这句话 哪怕是再好的寒养 也会忍得你死 地址不忌 昊天真神 地址 打就打 哪来这么多废话 死到老七 对 你竟敢杀我昊天宗长老 你在跟我讲笑话吗 这个垃圾上场的时候 就口口声声说要杀了我 更是一开始 就直接下了杀手 如果我实力不强的话 现在可能就已经死了吧 我对于一个要杀我的人 可是不存在什么手下留情 99级准神的实力爆发而出 惊呆了 在场所有人的眼睛 橙色的魂环 在现在这个时代 还没有人认识 四个十万年魂环 就已经足够震撼了 在下云民蜂好 晴天 99级强攻 细颠锋斗罗 对方可是和自己 也饮一个境界的人 自己拿什么去打 只能先忍一忍了 七软怕应好天宗 从今往后天下第一气武魂 为我晴天神枪 好天锤武魂不配 七宝流离宗可敢应战 宁风至此时也害怕了起来 这上去就是没命 丢一些面子 总得刁命好 尊敬的晴天免下 我七宝流离宗 自愿放弃争夺 天下第一宗门的比赛 我选择退出 那好本座再次宣布 天下第一宗门为风雪殿 来人将唐孝给我拿下 千寻奇 你为什么抓我 我可没有惹你们武魂殿 为什么抓你 你好天宗的唐号 勾结十万年魂兽 更为可笑的是 唐号竟然还与 那一只十万年魂兽相恋 当初唐号为了保护 那一只十万年魂兽 不知道杀了我武魂殿多少人 心甘情愿的为魂兽卖命 背叛了人族 你身为唐号的大哥 你说我敢不敢抓你 浩帝等于刚进入 封号斗罗的境界 就打了千寻奇重伤 那么自己已经进入 封号斗罗多年 打败一个千寻奇 还不是简简单单 竟然今天自己 浩天宗的脸面 被狠狠地按在了地上摩擦 那么他也要这五魂殿的颜面 被按在地上摩擦 脚脚浩天锤 微微浩天宗 区区95级的封号斗罗 何必自取灭亡 第九魂迹 天使审判 这就是店主说的浩天宗吗 小美人 哥哥我可是一位 拥有着天下第一气 五魂浩天锤的五魂魂王 跟着我你会过好日子的 放心 哥哥 我今天晚上会好好地疼爱你的 郭总 什么人 竟敢杀我们浩天宗的人 姐姐姐 本座魂殿 甩护法 魂殿 难不成是五魂殿 我们这里不欢迎外人 请回吧 想让本座回去 你们浩天宗 还没有那个能力 九 九个十万年魂魂 去死吧 浩天宗上下 一个不留 别接紧 浩天宗呢 此时这里失衡遍眼 全宗上下 见不到一个火口 一个古老的宗门 就此被灭 姐姐姐 看来都清理完了 你说什么 浩天宗没了 爹 就在三个月之前 我返回给宗门派送物资的时候 却发现宗门弟子更是死伤无数 我最后只在废墟中找出了一位奄奄一息的弟子 根据他的说法 是在天下宗门重选大会召开的时候 有一个五魂好像是凤凰的女人袭击了浩天宗 两大长老批死相互 依然倒下了 而那未存活下来的弟子 在交代这些话之后 也因为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了 唐浩一脉地坐在地上 认真地梳理这一切 前世的时候 没有发生过这一件事 况且 浩天宗到最后还是存在着 更是夺回了天下第一宗的城 自己的儿子 更是带领着唐门和浩天宗 一举消灭了武殿 自己一家人 最后都全部飞升神经 自己更是为了自己儿子的万年大忌 化作这整个斗罗 未免的未免之处 而阿银 最后也被自己的儿子复活 也是为了儿子的万年大忌 化身成了斗罗未免的生命性 最后看着自己孙子 一步步成长起 直到最后 自己一锤子 打爆了深渊圣君 可却被一股银色夹杂着 九彩的光芒所抠袭 一睁眼 自己又回到了 那座熟悉的体能部 怀里还抱着自己的儿子他三 当时的自己是猛逼的 自己又没有什么遗憾 家庭没满 而孙满堂 结果突然给我来一个重生 只不过当时想着 自己的儿子之后 会成为神界是高者 区区五魂殿 只不过是种中枯骨罢了 等自己的儿子成长起来 随手可灭 可现在突然告诉自己 浩天宗没了 被人给灭了 五魂疑似凤凤凰的魂师 难道是五魂殿干的 不对 拥有凤凰五魂的魂师 在自己的认知中 也只有之后的那个小胖子 而五魂殿所有的封号斗罗 自己在前世全部建 没有一个五魂是凤凰的 如果不是五魂殿干的 那究竟又是谁干的 难道说因为自己的重生 历史开始发生了变化 对了 自己还有小三 还活着一切都有机会 但是想着想着 唐浩突然发现了 有一处不对劲 天下宗门重选大会 前世的时候 也并未发生过这一件事 你刚才说 天下宗门重选大会 是怎么回事 而说 之前叫黄千寻集 突然召开了宗门重选大会 宗主带着三位长老前去参加 三位长老在比赛台上 被一个人当场击杀 宗主也是被叫黄千寻集 亲手废去了五魂 关押在大牢之中 所以这才导致后来 那个拥有凤凰五魂的 封号斗罗 在袭击号天宗的时候 只有两位长老守 护宗门的原因 该死 这些人通通都该死 竟敢杀我号天宗的人 那人是谁 而说 那个人名叫云明 五魂是晴天神枪 和之前的老宗主一样 都是九十九级的 跌封斗罗 而说 你打不过的 可千万不要去做赏事啊 云 云明 你确定那个人 真的叫云明吗 唐玉点了点头 唐号心想 完了 真的完了 云明怎么会出现在 现在的这个时间段 他不应该是出现在 两万年之后的吗 被当时 身为卫面之主的自己发现 操纵云明人生的一切 实力达到准神巅峰 更是自创了半个神 最后虽然死了 但还化为了 自己唐家的神器 可现在这么恐怖的一个人 竟然出现在了 现在的时间段 难不成是他发现了 自己的人生 之前一直在被掏空 而他最后也是知道的 卫面之主就是 能操纵他人生的人 也只有我 所以重生的人 不止我一个 还有云明 云明更是对自己的 好天宗展开了抱负 此刻 自己现在体内的暗伤 并没有被自己的儿子治好 实力也只有94级 如果去掌云明 那不就是在送吗 真该死啊 为什么云明 是以巅峰时期的实力 重生到这个时间段 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 带着自己巅峰时期的实力 重生到这个时间段呢 不对 教皇千寻集 召开宗门重选大会 千寻集不是应该死了吗 怎么还会活着 如果自己现在 带着唐三躲起来的话 不让唐三去诺丁学院 不按上一时的 发展路线走的话 那么小三还能成什么 唐三成不了神 五魂殿又有着双神的存在 到时候自己终究 还是难逃一死 叔叔 我们二人之前 除了猎取魂环 好像就从来没有出过 五魂城吧 想出去到大陆上转转 有利一番 那也好 你们二人在历练的途中 去帮助我们五魂分店的 执法队 解决一下那些邪魂师 在两大帝国的交界之处 出现了一批邪魂师 我们五魂殿 世世代代镇压的邪魂师 一听发现必须铲除 这一次所出现的邪魂师 有点棘手 一名魂圣 两名魂帝 还带领着一些手下 目前躲藏了起来 你们二人刚好要外出历练 以你们二人的实力 对付那些邪魂师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边的邪魂师都清理完了 姐姐姐 两个小娃子 竟敢灭了老夫的徒子徒孙 98级超级斗罗 清风和千刃雪岩里 闪过一丝 二人联手 可以击败97级的封号斗罗 可是二人 还从未挑战过 98级的超级斗罗 雪儿 五魂融合 裁决圣天使领域 这这是什么魂技 这是专门克制 你的光明审判之力 与光明裁决之力 裁决圣天使领域 最终技能天使 裁决审判 我悟得九大神王 竟然将我封印在此 是谁 是谁杀了我儿子 我奥德彪 与他是不两立 暗黑分身 把那个人 给我抓到这里来 是猪人 消灭完协魂之后 二人都坐在地上 恢复自己的魂力 五魂融合技 对二人的消耗 实在是太大 雪儿 你说我们现在去星罗帝国 还是天斗帝国呢 先任徐想了一下 去天斗帝国吧 之前有个潜伏计划 需要我去执行 可是后来被爸爸给取消了 但是我还是了解过一些 天斗帝国的情况 天斗帝国的实力 比星罗帝国低得多 魂师力量也比星罗帝国弱 整个帝国最强的人 也不过是一个独孤国罢了 独孤国虽然说是封号斗罗 但是以我们二人的实力 完全不用担心 之前未来雪说 独孤国有一片药材地 唐三就是获得了那里的药材号 实力得到质的提升 看来要先一步抢在唐三前 把药材地夺到什么 好 就听雪儿的去天斗帝国 独孤国有一片药材地夺到 我可是95级封号斗罗 少主殿下 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独斗罗这一声少主殿下 自然也引起了独孤国的冰 独孤国心里顿时就生起了不想 劫持这一位武魂殿的少主 来威胁独斗罗 这样你来 自己也能趁机逃走 清小子赶快离开那里 独孤国不得不说 你是真的有 一招就把独孤国给打飞了 独孤国别装死了 我知道你没死 刚才的那一击 我并没有用权力 要杀要剐 老夫随你们的便 老夫今天算是瞎了眼 没有看出来你会那么强 算了算了 给老夫一个痛快 独孤国 今天我可以放过你 我就看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老夫身上没有什么值钱 如果硬要说的话 老夫有一块比较奇怪的药园子 那一块药园子里面 生长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奇花异草 好了 鱼儿上钩了 就在等你这句话 最后独孤国就带着清风 他们来到了药材地 最后 清风就带着千刃雪 进入冰火两页泡葬 两人泡了两个半小时后 扔下个气息 不然告诉你 卢姑国 加入我们武魂殿吧 况且你还有一个孙女 你想一想 你都已经中毒了 你孙女还能幸免吗 你孙女可是在娘胎里 开始就中毒的 并发时候的痛苦 你孙女真的能承受下来吗 好 为了我的宝贝孙女 我答应加入你们武魂殿 生命女神 在观看着斗罗大陆上的清风 之前 无意观察了一下 下界斗罗大陆 就发现了清风的存在 况且 还从这清风身上 感受到了浓郁的裁决之力 终于 制衡修罗审判的天使裁决出现了吗 刚开始 他还并未确定 清风身上的力量就是裁决之力 可是经过这些天的观察 他已经确定了 清风就是裁决之力 等到清风成神之后 就是神界的第六大神王 制衡修罗审判的存在 也是时候将这个孩子的存在 告诉小子了 毕竟因为修罗 小子可是没有消停过 这下有了制衡修罗的神出现 小子就不用像以前那样担心了 清风 目光扫射周围 周围的极品药草 治疗火毒的猪沙脸 东冲下草中的极品血 以及各种各样的极品药草 甚至还有着各种加快修炼速度的药草 稳固精神力的一些特殊网魂草 在外界难得一绝的药草 在这里这份大白菜式遍地都是 虽然说 这些仙草对我和雪儿 并没有多大的提升 但是他总不能把这些留下来给唐三吧 唐三正在修炼起了自己那玄天弓 此时他没有决心武 没有获得第一魂魂 玄天弓第一重还没有突破 但还是每天坚持修炼着玄天弓 打磨着他的身体 看来我还是得要去决心武魂 才能继续修炼 这玄天弓还真的是好用啊 当时我不是带领着大神圈 回归斗罗宇宙吗 怎么就穿越了 修为也没了 唐三当时他正带领着大神圈 回归斗罗宇宙 可当他们回归斗罗宇宙之后 迎接他们的只有一道金色的剑气 就在那股剑气之中 他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天使的气息 那道剑气极其强大 整个大神圈被一分为二 当时自己已经献解了小五 开启了暴怒模式 可依然没有能在那道剑气之下存活下 可当自己再次睁眼的时候 自己竟然回到了一切刚开始的地方 圣魂村 倒别了狐狗和狐狗罗之后 两人又开始了历练 而这一路上千刃雪和清风 也真正认识到了 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 小五 你也是重生回来的 是的呢 三哥 我们都是重生回来的 看来是老天都不愿意看到 我们二人分开啊 此时处于暗处的唐号懵了 战 我儿子也重生了 而媳妇跟着儿子一起重生了 卧槽 不带这样玩的呀 原本想着在儿子面前装逼的 你现在告诉我 儿子也是个重生的 那我还怎么去装逼啊 不好 莱茵 要是把你的沾手拿开 这不是千刃雪吗 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 把他抓回去 跟迁倒流 换成个武魂殿 你是谁 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小贝 修德无礼 将千刃雪留下 我心情好 还能留你们二人一具全尸 留我们二人全尸 你还没有那个本事 这是什么武魂融合计 这剂西竟然比我还强 杀神领域开 神圣持天使领域 开 我的杀神领域竟然被吞噬了 杭浩更大的双命 这还是他获得杀神领域之后 第一次领域 对其他的 好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 亲家的人 你应该是 亲寻奇的儿子和女儿吧 你们二人的父亲 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觉得我会怕你们两个 他来你不行了 再来 来就来 我还怕你不成 这不可能 自从我到达封号斗罗之后 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来吧 一招定胜负吧 圣天使 审判 有痕 绿子花 小贝 大书能吹去 去 该结束了 少主能否卖我个面子 放过唐浩呢 呵呵 宁峰智 给我一个放过唐浩的礼 唐浩是浩天宗的传人 浩天宗和我们七宝琉璃宗 同位上三宗 上三宗同气连之 我们没看到还好 看到了我们就不能任由你杀了他 宁峰智 你的意思是 今天你们七宝琉璃宗就要死保这个唐浩了吗 不是死保 少主和唐浩之间有什么大的仇恨 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伯呢 呵呵 你低面子 我不想给 神圣吃天使领域 开 哼 七杀领域开 领域被吞噬了 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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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宝琪 万剑归宗 盛空实觉 第一是盛空无声 一九魂器 身末两盏 盛空实觉 盛空实觉 第七是盛空零杀 第二盏 为什么不杀我 因为刚才建议建议的碰撞 是我输了 如果我没有处于五魂融合剂的状态 那么输着人就是我了 我会等我建议真正超过你的那一天 与你进行一堂公平的战斗 清风看着在一旁 被吓傻的宁宗志 突然发现 含号不降 姐姐姐 宁宗志你信不信 明天我就灭了你七宝琉璃宗满门 宁宗志的大脑 此时一片酷 愿七宝琉璃宗满门这句话 还在不停地在他毛海中 宗主殿下 哦 我愿意用我七宝琉璃宗一半的财产 来向您赔罪 你在打发叫花子吗 不够 那宗主殿下 您的意思是 七宝琉璃宗 所谓七宝琉璃宗 那么你们财富就总共有七宝了 我要的也不多 给我五宝就行了 世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是说拥有着天使五魂的人 都是光明磊落的吗 难道宁宗主觉得 你和剑道罗的命运加起来 不值五宝吗 知 知 很定值啊 宁宗主 我劝你好自为之 做人要好好订量订量自己 整天上风乱跳的 还没有那个实力 不打你打谁啊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 一个月后 我亲自上门来拿五宝 你可要乖乖的 不要想着耍什么花招 要不然 七宝琉璃宗灭宗 修罗 不要太过火了 你之前 引渡一界灵魂潜入 斗罗大陆 这一笔账 我都没有跟你清算 现在又一次违反神界规定 你该当何罪 你对得起 你执法神的位置吗 我们神界委员会见 修罗神 你可知罪 呵呵 邪恶你来说说 我有什么罪 包我就来说说 你有什么罪 第一条 引渡一界灵魂 强行占据他人神区 第二条 强行为凡人注入自己的神力 干扰占据结果 现已发现两次 第三条 强行剥夺气韵之女 替孕与一界灵魂 第四条 于气韵之女 替孕与一界灵魂 回归之后 强行剥夺他国国 替孕与一界灵魂 你 你们怎么会知道 要想神不知 除非己莫为 恕罪并罚 修罗 你可知罪 算我不认罪 你又能奈我何 正好我们两个 也有数万年 没有交过手 让我来试试你的实力 邪恶 修罗领域开 神王动我成 你 你怎么会这招 王 诸位一起出手 清风和千刃雪 来到了饺子店 空气中传来一股饺子香味 千刃雪开始变得激动 因为千刃雪最爱吃的 就是饺子 只要是五魂城中的饺子 千刃雪几乎都是 从小吃到大 二人自从出来历练之后 每到一个有饺子的地方 千刃雪总是会去尝一尝 当地特有的饺子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饺子 是千刃雪心中的文明 打扰一下 我想买一些饺子 可以吗 这位少女的面容 竟然和小风 有着几分相像 小姐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 刚才失礼了 你长得和我认识的 一个人比较像 连眼眸都是差不多的呢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的名字是 我的名字叫做清雨 清雨姓清吗 清雨看着千刃雪 听到自己的名字后 大吃一惊 开口询问吧 你还好吧 我没事 我只是刚才闻到饺子的味道 一时之间有些入迷罢了 看来这位小姐 你真的很喜欢饺子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将我刚做好的饺子 分离一些 千刃雪和清风 吃完饺子后 正让结账 清雨突然 喂喂 我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吗 清风和千刃雪 犹豫了一下 抱歉 因为某些原因 我的名字不能告诉你 但是你可以记着我叫雪 我叫清风 听到清风两字 清雨确定了 眼前就是她失散多年的自己 刚想相认 要看了一下旁边的雪 二人应该是清雨更新 既然她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那我还是不去打扰她了 复仇的事情就要我一个人来了 这顿饺子我 请了不用给钱 以后想吃饺子 记得来这里吃哦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千刃雪会提前找到阿姨 现在的千刃雪 应该只有15岁才对 怎么就会变得这么强大 上一世小三在天窦皇宫 和他交手的时候 他明明还只是一个魂圣 现在竟然变得这么强大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唐浩看着自己失去的祖地位置 那里可是有着一块 浩天宗的传承魂骨 现在这块魂骨 被千刃雪拿走了 自己怎能对得起 浩天宗的列祖列宗啊 不对 这一切还有挽回的机会 只要小三成长起来 最后毁灭五魂殿 阿姨 阿姨的魂骨 自己的魂骨 自己都会拿回来的 现在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保护好小三 只要小三成长起来 一切都能挽回 钱这个女人 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地 却不敢相认 最后只能默默地 看着他们离开 爸爸忙忙 你们在天上看着吗 我终于找到小风了 清风和清雨 本来生活在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他们的父母 每天都会给清风和清雨 弹奏美妙的曲子 日子过得非常美好 op 你 在 优优独播剧场—— 星辰你是逃不掉了 还是将你们星辰家族的秘密说出来吧 不然的话你们都要死 你们浩天宗难道只会惦记别人家的秘密吗 这个秘密我星辰家族守护上千年 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梦女看了看清语和清风 似乎下定了某种情形 随间她打开 将清语和清风吸了几句 在传送最道里 突然有一个秘密 将清风吸了几句 刚才的那位雪儿姑娘应该就是自己的弟兄 弟弟可以获得这种家人的芳心 生活应该很幸福吧 清语姐姐 你怎么哭了 小白 姐姐没事 只是刚才想到一些事情办了 眼前的小白 是清语一年前在猎曲弓环的时候 在一堆猎奴团的手中救下的 在清语父亲所留下的玉佩之中 有着关于星辰剑的修炼方法 清语在一年之前就突破了魂魂 那一支猎奴团 最高的实力 也不过只是魂宗吧 全部都被清语一击毙 清语也特别讨厌那些贵族的存在 小白 今天也到你觉醒武魂的日子了 姐姐现在就带你去觉醒武魂 这 这是先天满魂力 此时清风和千刃雪 也颇有兴趣的看着白灵 虽然说比不上他和千刃雪 但是先天满魂力已经很破 宋云涛努力压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问题 孩子 你这是什么武魂 玄冰枪 他的名字叫做玄冰枪 千天满魂力的天才 要是自己招入武魂殿的话 自己要发达了 妈妈 你看见了吗 你儿子要发达了 此时 宋云涛就像一个幼儿孩子的怪叔叔 那白灵小朋友 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武魂殿呢 以你的天赋 未来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封号斗罗 我们武魂殿有着最好的资源 可以培养你 白灵想了想 说道 我要过去为疑问我的姐姐 说吧 白灵跑到了千鱼身边 清鱼姐姐 我能不能加入武魂殿啊 清鱼眼中闪过一次复杂 思来想去之后 还是可以了 让白灵加入武魂殿 毕竟自己手上也没有什么修炼资源 可以去提供白灵修炼 走吧 我们去登记武魂 清鱼姐姐登记完了 我们回去吧 好的 清鱼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锦儿姑娘有什么事吗 请跟我来一下 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锦儿姑娘 你找我有什么事 哦 装不下去了吗 此言何意 我并没有伪装什么 清鱼小姐 隐藏得很深啊 武魂是一把蓝色的剑 我没猜错的话 它的名字 应该叫做星辰 对不对 你说巧不巧 小枫刚好也拥有着剑武魂 整体也是呈现幽蓝色 星辰这个名字 也是小枫告诉我的 现在加上你们二人都姓清 这很难不让人猜测 你们二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清鱼小姐 你应该就是小枫的亲姐姐吧 千人雪直接挑补了事实 想接着看清鱼的反 清鱼此时 低着头 先难的说道 没 没错 清风就是我的亲弟弟 我们二人刚见到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了血脉的呼应 我失散了整整15年的亲弟弟啊 随后 清鱼就将他的事情说了出来 小雪 我能问一下你 你是怎样遇到小枫的吗 这个呀 因为当年我武魂需要魂环 就在前往星斗大森林的路上 爷爷感受到邪魂师的气息 到达斗魂村之后 爷爷就将那两个邪魂师 当场给解决了 后来 我发现了小枫 就把小枫带回武魂殿之后 小枫就由我收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在小枫的眼中 也看出了对亲情的渴望 如果你去找小枫相认的话 小枫绝对会特别高兴的 并且与你相认 那你之前在玉佩发出感应之后 为什么不去小枫相认 我之所以不选择去与小枫相认 我不想去打扰小枫的生活 我害怕小枫会应时之间接受不了 我的身上还背负着血海深仇 我也不想在我复仇失败之后 连累到小枫 千人雪在听到清雨身上 有着血海深仇的声 就已经皱起了眉头了 清雨姐姐 你告诉我啊 仇人究竟是谁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现在就出去把小枫给叫进来 然后把这一切都告诉她 清雨顿时急了 她并不想让青春知道 这一切的真相艰难的开头道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浩天宗与七宝琉璃宗造成的 区区一个七宝琉璃宗 压根就没有 被小枫看在眼里 浩天宗全宗上下 除了被关押在我们五魂殿的唐孝 断了一臂的唐浩子 还有几只苟延残喘的老鼠 其余的人全部都被小枫派人过去杀了 整个浩天宗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清雨在听到这一切之后 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感情 自己一直以来一直想要复仇的目标 都已经被自己的弟弟打成了半盘 自己弟弟也根本不怕那天 千鱼雪则是盯着清雨认真地说道 清雨姐姐 你现在知道了这些 你也连累不到小枫 你还会去找小枫相认吗 清雨一时之间低下头 沉默不语 千鱼雪看着清雨这份无奈 也是很无奈 小枫她现在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也不想去打扰她 只要能看着她幸福的生活下去 我就心满意足了 听到此话 千鱼雪则是对着清雨说道 清雨姐姐 你先在这里等着吧 我去把小枫叫来 文言 清雨张了张嘴 但却又欲言又语 姐姐 清风此时很努力地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 自己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清雨 现在突然多出一个姐姐 这怎能不令清风欣喜若快 清风看着眼前的清雨 很想说些什么 但却又欲言又语 自己的姐姐 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 而自己却 清雨看清风不开心的样子 就躲在清风身旁 清雨轻轻用手符合 轻松的领牙 并轻柔地说道 看来是我们小枫长大了 不再想小时候 那样睡觉 还需要我哄了 我从雪儿的那里都知道了 你现在变得很强大 追杀父母的凶手 也都被你弄成了半死不惨 而现在看着 你平平安安地长大 姐姐也就知足了 这些年来 没有受苦吧 没有 在武魂殿过得很好 当初是雪儿和千爷爷 救下了我 现在我在武魂殿有雪儿 有千爷爷他们 他们都很爱我 我并没有受过什么苦 反而是姐姐 你这些年来受苦吧 此时千任雪站在门外 看着里面姐弟二人 这一副温馨的场面 嘴角露出了一眼淡淡的笑容 之外突然来了三个人 这个人突然就慌了 因为他们是来要利息的 旁边的这人生气地说道 难不成真的要将 我们那么多的资产交给他吗 听完之后 这个人脸上露出一丝狡猾的笑容 只因他就吓了一个人 可结果被人揍得求饶目 旁边的这个人都被斩分了 最后为了保密 用自己的财富来换取自己的命 走出去看看 虎斗罗看得眼前三人 就两个小娃娃和一个冷头 看我释放一下威亚 不吓死你了 古龙刚使 这威亚难道是97级超级斗罗 好了宁宗主 现在一个月的时间也到了 不知东西可否准备好了 少主殿下 宁某早已准备好了 还请少主殿下过目 说完宁宗主就从腰间 掏出了几枚储物件 交了出去 千任戏 结果宁宗主储物件 将自己的精神力注入到其中 看这里面成堆的金魂帝 与各种天才力 但是看着看 千任戏就救起你 这里面的资产 多是很多 但是还远远达不到 七宝琉璃宗总资产的七分之五 宁宗主 你难道真的以为 我们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少资产吗 我们竟然敢亲自上门来取 那就这是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们七宝琉璃宗 大带资产的总数 这些东西 应该只有你们七宝琉璃宗 总资产的三成吧 千任戏这一番话 背面的宁宗志冷汗直流 整个人身体已经开始紧绷了起来 少主殿下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调查错了 这些的的确确是 我们七宝琉璃宗 五宝的资产了 清风看见宁宗志 还是一肃嘴硬的样子 转头对着一旁的老者说道 麻烦了 古老 千古点了点头 随后盯着宁宗志 双眼蓝光一闪 宁宗志整个人 就已经被千古的精神力碰撞起来 宁宗志此时双眼轰动 精神变得麻木起来 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被操纵的鬼 一旁站着的剑斗罗 顿时大十一 说 刚才给我们的东西 究竟只有你们七宝琉璃宗总资产的几成 三成 刚才的东西 就只有我们七宝琉璃宗总资产的三成 我们之前想着 反正你们也不知道 我们七宝琉璃宗 究竟有多少财富 随便给一些 就可以糊弄过去了 宁宗志说完之后 千古便放开了一个宁宗志的名声 宁宗志在摆脱千古的控制之后 瞬间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什么办法 两名女子遥望着 不知在等待的什么 四星还顺利吗 那肯定啊 我最先开始 宁宗志还想跟我和雪儿耍花招 看到千古斗罗的魂缓 宁宗志直接下庙 乖乖的把东西交了出来 九十九级巅峰斗罗 时间也不早了 也带回去了 随后 他们就乘坐着马车 回了五名层 夜幕降临 一悬崖上 带着些水凉意的秋风推过 让人感觉到 有些威力 一群半人半郎的生物 不知在密门的什么 乌尔道 难道是狼道吗 清风瞳瞳瞳瞳 这种东西 他目前在一本古籍上见过 记载的资料极少 狼道是斗罗大陆上 特有的一种生物 它们既不是人类 也不是魂兽 它们是人类和魂兽 结合诞生的一种星物 狼道是魂兽疾风魔狼 和人类女子结合之后 暖身的特殊物 可以说得上是半人半兽的怪 它们不仅拥有 魂兽疾风魔狼的执迫素 还有一些特殊能力 还拥有着人类的智慧 是一种极为麻烦的灯带 狼道这种物种 喜欢将人类杀死之后 以人类的尸体为食 每一位狼道都力大无穷 就算是一名在普通的狼道 都相当于一名人类的大魂师 就拿你们来试试我的星辰武魂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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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为大杀我的生命 有没有对我 那想用我 他不想用我 就看上去 你一辩合你 我只要你一辩合你 我只要你一辩合你 就看上去 我只要你一辩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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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血狂化吧,有祭祀 好业的声音,人类你必须死 不恨我,一刀解决你 有这有热闹 走开的世界过的天 那我们的速写 对吧 受罗魔戒 羞辱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烂了 连我的一招都扛不住了吗 你当年那一份霸气 你当年不是很冷吗 现在怎么和我一样被关到了进境之地之中 看来你作为神王 这些年也混得不怎么样吗 金龙王的实力竟然怎么 若一丝 再不早就可能要被这金龙王吼死了 自己堂堂一败神王 要是被金龙王给吼死了 那其实是要被众神嘲笑万年 可恶的毁灭 自己不就是稍微的干预了一下下戒吗 至于将我发配到神境之境吗 毁灭生命 行 你们四个通通都有了取死之道 了解 堂堂的一位神王就只会跑了 裁决 裁决 我们神界中好像并没有裁决法则所代表的神位 毁灭神王说着说着 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用一副不可知性的眼神 看着生命与神 神界一直以来缺失的裁决神王终于要出现了吗 有裁决神王的存在 修罗无法无天的好日子终于要到头了 那小绿 你刚刚就是在斗罗大陆上寻找未来的裁决神王 我刚才就是在斗罗大陆上发现了裁决者 我发现裁决者就在我的继承人身边 况且裁决的身边还跟着一位天使一族的小丫头 根据我的观察 那位天使一族的小丫头身上的天使血脉已经超越了当初的天使神 而裁决和那一位天使一族的小丫头 二人貌似还是情侣 二人之间还拥有着五回融合计 如果二人都成神 一位神王与一位一级神的神魂融合计 威力究竟该强大到怎样的一种境界 小子你发现没有天使神隐落后 天使的信仰之力消失了很多 忽然之间毁灭神王 前世海神与天使的神之战 前任海神多次违反神界规定 最终将唐三强行扶持到了神的位置 为的不就是这一股庞大且无主的信仰之力吗 神之战 说白了就是一场信仰之战 前世的时候海神赢了天使神 将整座大陆都变为了他的信仰重播之地 从此大陆不再信仰天使神 而是信仰海神 这也是后来唐三的海神神位 为什么表面上仅仅是一个一级神 却实际发挥出神王战力的原因 百神三叉戟 原本只是一件普通的神器 在唐三手里就一跃变成了超神器 整个神界都没有几件超神器 他唐三到后面一个人拥有两件 几百之地的边缘 一座类似传送法镇的镇法之中 走出几个浑身上下 一米血腥气息的黑袍人 这里就是另一片大陆了吗 看来我们又有口粮了 老大 我们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根据教主之前给的地图来看 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上古时期 曾经遗留在这里的传送镇 这个地方处于几百之地 我们一路向南走 去那里饱餐一顿 让诗人迎接他们的恐惧吧 摩赫 黑妞 谢谢 我们走 先去好好地饱餐一顿 然后再完成教主给我们的任务 打带一下天使之城 现在的具体情况 听教主所说 这是神主大人所下的命令 这座城看起来没有多少人呢 就是就是 这么一点人 过我们兄弟四人分的 你们三个在说什么 根据我精神力的探查 周围就只有这一座小镇 人虽然是少了些 但是先将就一下吧 我们等一下去寻找另一座城市 等你找到大城市之后 我们再饱餐一堆 在距离小镇十里之外的 一片山脉 有二人正式打算去寻找 雪地切磋的云鸣 以亚历 一阵微风 云鸣闻了文风中 水夹杂着味 眉头也开始跟着微皱起 怎么了 小雅 你闻到空气中 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了吗 不好 前面的镇子出现了邪魂狮 现在整座小镇都在面临 灭顶之灾 我们快去救人 有人能在我们四人的围攻下 竟然还能占据上风 看来应该是跟教主一样 静见的强躲 就算跟教主一个静见 但想要灭了我们 就算是教主也没这个能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根据店主所提供的资料与情报 这个时代的邪魂狮 应该是被五魂殿一直镇压着的 可是这里为什么会出现邪魂狮 还是四个超级斗罗级别的 这气息 快跑 大漠无言天为了 我只莫名 我只莫名 你是谁 为什么和我长得这么想 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说话 只是对着清风笑了笑 紧接着清风眼前的场面发生 随后破碎的血红大剑 断裂的鱼叉 化为碎片的剑塔 和一把平平无奇的尺子 从清风面前漂过 万神的陨落 双翼遮天蔽日的黑色巨绒 扁眼一息 踏在地上 狂烈四天的紫色巨鳄 浑身上下满是争议的伤口 浑身闪耀着青色火焰的青黄双翼 折断在地上 发出无助的哀鸣声 随后清风眼前的场面又一次变 忽然天上满 小男人 你怎么在这里 你是蔚来雪 怎么了 我现在的样子不认识了 清风看着蔚来雪 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也不知道 我一觉醒来就到这里了 还有你怎么演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还在睡觉 一觉醒来就来到这里了 随着清风话音落下 蔚来雪的身体 开始发生药 回后蔚来雪 就平通消失在了这片世界 又去了哪里 我怎么又回来了 刚才那究竟是幻境还是现实 蔚来雪 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目光有些迷茫 蔚来雪消失后 清风所处的空间又一次变化 清风一脸茫然地看着周围的空间 此时的清风已经分不清 这是虚幻还是现实 紧接着清风面前出现了另一种 只不过这个清风现在所处的状态 正是清风之前所使用的星辰五名的形态 我等你好久了 裁决 或者我还是应该称呼你为质雪 啥 裁决 秩序 你在说我 没错 就是在说你 你现在是裁决或者是秩序 不 我既不是裁决 也不是秩序 有没有可能是你认错人了 我不可能会认错人 我如果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那就真的是太可笑了 看来数千万年的时间 你忘记了太多 人也变得不一样了 我从刚才你的记忆之中 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 曾经的你冷酷无情 世间万物在你的眼中 只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当初挥手之间可毁灭星辰的人 现在竟然变成了这样 你记忆之中的 那个天使一族的女孩 真的对你有那么重要 你究竟是谁 在这里胡言乱语 说些什么 你什么时候 才能回想起这一切呢 刚才的那些都是幻境吗 清风一脸茫然 刚才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太真实了 让清风已经分不清 具体是虚幻还是现实 还是到外面的庭院转转吧 来到院里 小白 过来一下 白灵听到清风 叫自己一忙 在学生前之后 到清风的身边 怎么了 哥哥 小白 我有个东西给你 清风拿出一颗整体 散发着冰蓝色的果子 上面还带着淡淡的微 白灵在见到这颗果子的第一顺 自己的武魂 好像要迫不及待的 吸收这颗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玄冰龙果 极其适合你的玄冰枪武魂 说不定还可以 让你的武魂进化 说话完后 清风手里 轻轻一颗 一颗非常美丽的灵雾 出现在清风手里 这是 星罗灵珠 特别适合清雨姐姐的 星辰武魂 与星辰武魂 可以起到相互相成的效果 顺便拿去给清雨姐姐 嗯 谢谢清风哥哥 两个半小时后 清雨和白灵 正在吸收仙草 而清风 独自为二人户 也就在这时 主持完会议的千人雪 回来了 清风看到千人雪 脑海之中 又不自觉地想起 幻影之中未有的雪 清风雪很往来 试图将那一部画面 从自己的脑海之中 飞出去 眼睛的千人雪 当然发现了 轻冰死的异常 怎么了 小风 你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 千人雪 一脸担忧地看着清风 没什么 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吧 小风 你都多大的人了 还会相信 梦境那一说吗 雪儿 我想去寻找 我们一族的祖地 姐姐说 父亲留下了我们 星辰一族的真正的地域 我想去寻找看看 嗯 我陪你 小风 风雪殿的开宗大典 快到了吧 快了 一个势力 最基础的一些组成 风雪殿 好像还并没有 虽然云民前辈等人 之前亮过笑 你绝对的实力 成为了天下第一宗门 但是中层力量 和基础力量 风雪殿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好像是没有 可以尝试着收服 风 活 兵 三个家族 每个家族的组长 都是魂斗罗 还有几名魂圣 魂帝魂王加起来 也有三十几 还有九星海棠家族 大陆上公认着的 第一治疗系武魂 不具备战斗能力 需要外人庇护 而有风雪殿 应该可以成为 九星海棠家族 最好的选择 就是可惜了 九星海棠武魂 本身有着诅咒 只能同时出现 两人拥有 九星海棠武魂 下一代人 想要拥有 九星海棠武魂 那么 就只有上一代人 死去才行 可以为我们 风雪殿基层力量 清风忽然想起了什么 这可不一定 清风伸什么 启罗玉金香 橘斗罗前辈之前说过 启罗玉金香 本身吸取日月光辉之精华 散发着的日月之光 可以与宝石类 或植物类的武魂相间 二者之间 有着相辅相成的效果 说不定还可以 千任学恍然大物 说到 那 小枫你的意思 就是用启罗玉金香 收服九星海棠家族 对 就是这样想 让雅丽前辈去吧 从未治疗系魂师 一个多月 没有见雅丽前辈了 有些想雅丽前辈呢 千任学和雅丽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 已经变成类似于 女女之间的关系 二人同为天使五角 使得对对方的好感子大 也有可能是千任学当初 在裁决之路 利用裁决之光 变体结束的 身体极度虚弱 那个时候 都是由雅丽在招呼 一来二去 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开始逐渐变得轻易 而雅丽和云民二人 没有 现在千任学 也在雅丽的心中 千任学算是雅丽的朋友 极北之地之中 和云民一起寻找 雪地踪迹的雅丽 固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小雅 怎么感觉有人在说我 没什么我们接着走吧 二人随后 又向着极北之地伸出 莫名能量冲天而起 只因这个小姑娘 获得神的传承 引起各方势力的注意 就在千任学和清风 谈论的时候 清雨和白绫 也吸收完了线材 怎么样 吸收完仙草之后 有什么变化 白绫伸出入地平 通体血 带着淡淡隆微的草腔 出现了白绫的属性 我的冰属性元素 被极大的提纯了 进化成了极致之冰属性 在吸收完星罗林柱之后 我能明显感觉到 我体内的星辰之力 被提纯进化了一遍 星辰之力被提纯 我的魂力 从五十六级提升 到了六十级 两天半后 我和雪儿准备去星罗帝国一趟 先不要着急去获取魂环 改天跟着小月儿 先锻炼锻炼的体魄 身体素质 到达巾峰的时候 可以尝试去猎取超线的魂环 极北之地 那一团碧绿色神力 接触到你 压力整个人都被载入 你是谁啊 小姑娘 我是神界五大神王之一的 生命命神 你可愿继承我的神位 只要你完成了 我的神位传承 便可突破百极 飞升神界 成为至高无上的神 拥有无尽的生命 压力一时之间呆人 店主之前说过 如果他和云民遇到神位 只要不是九彩神女那种垃圾神 以及神以上的神位 他们都可以考虑去继承 飞升神界后 那我可以带着我的伴侣云民 一起上神界吗 压力担心自己飞升神界后 那云民岂不是要孤独终老吗 我的神位可是神界五大神王之一 自然有着可以带人上神界的权利 听到生命女神的话 压力这才把心放了下 既然是这样的话 生命女神大人 我愿意继承您的神位 随着亚力话音落下 亚力的意识回到了外界 一道碧绿的光芒 亚力的能行之处散发出 瞬间形成了一道碧绿色的光 充满着无尽的生命 生命之光直冲天 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碧绿 而在五魂城 供奉剑的千道流 也感受到了亚力的 那双刚出的眼睛 冒出向往的神色 最终还不停地收到 又有人获得神知传承了吗 只不过这古道气息比较熟悉 自己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 其中所蕴含的那道浓郁的生命力 生命难道是他 千道流的脑海中 瞬间倒映出亚力的神力 毕竟符合那一股强大的生命力 在他的印象之中 就只有拥有其人天使武器 可亚力不是裁决神的供奉吗 难道身为供奉 还可以继承其他神的神位吗 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 有一人也注意到了 此时极品之地之中 发生了巨大的病 那一道充满着庞大生命力的神力 也吸引到了他的终 有新的神位传承降临了吗 只不过这一次接受传承的人 又是谁呢 不知道此人的出现 会不会对九年之后的大战产生影响 而在距离西北之地 不远之处的沙鹿之独 坐在沙鹿竞技场 王座之上的沙鹿之王 在感受到这一股生命神力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惊女 自己终究还是失败了吗 恐怕以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能见到他一面都是舒适吧 如果得到这道生命力的话 自己的身体能否复原 感受这一道生命力距离自己的力 杀戮之王者消失了 而这一切并没有人查阅 星斗大森林深处 闭着眼睛突然睁开 看了一眼极北之地的方向 是生命力什么 可是自己现在的伤势还没有恢复 贸然行动绝对会引起神器的注意 随后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极北之地 绿色光柱 生命神力 逐渐在亚历的额头上 留下了一道睡的地儿 生命酒烤吗 紧接着亚历脑海之中 又一次想起了生命女神的声音 神考的前期考 都为了提升继承人的实力而存在 既然你已经达到了99级 前期考直接通过 奖励所有魂环年线提升一万年 生命清合度70% 第八考 领悟生命的真谛 获得超神器生命股数的认可 实现五年 小雅 你刚才是 明明的心中已经猜到了些什么 只不过 现在只是找亚历确定点 亚历突出一枚温和的效率 对着云明说道 我获得神位传承了 还是生命女神的神位 况且等到我传承神位之后 还可以带你一起上神界 小少主本就自带神位 小雪根据史书的记载 也是注定可以成就天使神的 亚历小的证 就瞬间记起了史书之中 对千刃雪的记载 神位破碎 终身停留于89 无法踏足封号之位 性格温和的亚历 瞬间就被藏单 无论是自己的云明 被唐家之人 沦为鬼类 还是为了小雪 她一定要将唐家之人 彻底抹杀在这个世界上 云明也为亚历高兴 云明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感受着自己体内 自从来到这个时空发生的变化 她要自创神位 自己老婆成神 她也不能落后太子 最起码要有保护自己老婆的实力 总不能沦落到自己 还需要亚历来护 要不然自己的脸王没棒 与此同时 兴罗帝国境内 清风和千刃雪此时 在一片不知名的山谷之中 发现周围的环境有些不对劲 一黑眼 嘴角露出了一抹阴森的笑容 你是谁啊 我是把你丢到这个世界的 现在来接你回去 不 不要啊 我还没成神啊 还没找到家族的秘密 雪儿 千爷爷救我 你是谁 赶快把小枫给放啊 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是我把他丢到这个世界 现在已经影响了你们的命运 所以我要把他带回去 我不管你是谁 都不能带走我们家小枫 小枫 你真的想回去吗 你可要想好 如果你继续待在这个世界 以后见到强敌 都没有外挂给你 我不回去 我就要待在这个世界 那好吧 这是你选择的 不要后悔 25年后 风雪殿成功统治大陆 清风也继承了秩序神的神位 千任雪也继承了十二亿圣天神的神位 未来雪报仇成功后 找了个没人的地 顶居了起来 就此完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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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